正经关不了 关不了正经 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在我们的荧幕当中呢 看到了大家的好朋友 好久不见的杨石秋 石秋哥 秋哥新年快乐 彭P 大家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 彭P我认为你回台湾的路越来越近了 因为石头一个一个被搬走了 最想搬走的石头是我 现在杀石外销美国 不过新的一年我觉得就我个人来看 真的我坦白讲我最担心的 倒不是谁当总统 谁执政 彭P 你知道 我一直很担心一件事情 台湾 我们过去很容易辨认 很危险 这是中共同路人 我觉得今天来讲 台湾更要担心的 我认为未来总统不管是你曾经支持的赖清德 或者是侯友宇 或者是其他人 我们偷偷千万记得一件事情 他不是中共同路人之外 他也不能当美国同路人 台湾最可悲的就是 如果我们自己台湾人的总统 而不是所谓的台湾同路人跟我们站在一起的话 他把别的国家利益放在最高指导原则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的 我今天最担心的就是未来这批人 假设变成了美国同路人 那我们就离战争越来越近了 因为这场战争符合台湾的利益 假设发生的话 但是以目前的规划来讲 美国的规划来讲 是绝对符合美国的利益 所以我觉得彭P 你在美国这么多年 我相信这么多的所谓的支持者也都很清楚 我们很容易提防所谓中共同路人 但是真的更可怕的是 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战火可能发生的情况之下 你更要提防美国同路人 如果美国同路人 我讲一个原则 我绝对没有任何所谓的贬义任何人 像例如说小美琴 她是蔡英文的闺蜜 她绝对最适合当驻美代表 但也有个隐忧 第一个 她跟美国人共通绝对没有问题 她的母语是美语嘛 因为她母亲是美国人嘛 她33岁以前拿的是美国公民嘛 她美国护照嘛 她是因为当了部分局的立委之后 才变成了所谓的申请中华民国护照 像这种当驻美代表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跟美国人畅通无来 你看看她长上去的美国人的样子 英文从小就讲英文 她妈妈就是美国人 但问题又出在 在今天这个情况之下 我不讲所谓的小美琴 类似这种背景的人 她到底会把美国的利益摆在前面 还是把台湾的利益摆在前面 我今天讲今天台湾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说实在我到现在汉毛直述了 彭P 你在美国大概还感受不到 我在美国看 我在台湾最近这几个月 我简直是汉毛直述 冷汗直流 你知道美国既然卖台湾的是布雷车 然后美国前国务卿叫Donald Rice 他既然在去年说台湾应该每一个派出所 变成一个反坦克的一个主要的基地 要配置飞弹 我很坦白讲 全世界国民所得三万五千美金以上的国家 全世界像台湾人口密度这么高的国家 打仗既然要布地雷的话 这简直是人间最大的悲剂也是惨剧 那根本就让人家自杀的行为 我很坦白讲 要打仗怎么样 我们曾经就被一个美国同路人出卖了 彭P 那时候你在台湾 我还是在美国 我不知道 民国七十七年还记不记得 蒋经国死前一个礼拜 有个美国同路人叫张献毅 他在东山科学院的时候 不就是到了美国受训的时候被美国CIA吸收了 台湾辛辛苦苦发展的核子武器 而且台湾绝对如果有了核子武器 可以跟以色列一样 因为我们当时已经有飞战的记住 结果在一月份的时候 他把所有 而且他已经占了少将缺了 在蒋家时代 我们中山科学院的一个副院长 占了少将缺 既然是美国同路人 他把所有台湾这一方面的机密 告诉了老美 大家可能中山科学院老一辈都还记得 美国CIA是把你毫不留情的 把你台湾发展所有核子武器 用非常粗糙的方式就地掩埋 当场摧毁 如果我们今天有核子武器 这样战争会不会打 我认为打的可能性就小了 打的可能性就小了 我们台湾今天你看看日本是怎么打法 你看看韩国怎么打法 在新的一年 我真的希望永远不要有战争 尤其身为一个基督徒 你知道 日本的打法跟我们台湾不一样 日本现在岸田文雄 他直截了当讲 我要有第一波的攻击能力 当你打我的时候 我直接攻击你 韩国记不记得最近也说 我要跟美国分享核武器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让任何想动武的人都知道 我可能付出代价 可是当你把台湾变成另外一个乌克兰的话 那这样战争打不完呢 我相信当时去年2月24号 打乌克兰战争的时候 只有我少数的人 包括我只有我在内 我在电商公开讲这样战争打不完 因为它符合美国的利益 会打多久 一个礼拜两个礼拜 我是不会 2022不会打完 为什么有其中选举 2024也不会打完 因为美国总统大选 而且这个战争给全世界做了一个最基本的示范 就是一个超级大国 被另外一个超级大国公然抢他的东央银行 彭P 为什么泽伦斯基每天要钱 他知道嘛 你看俄罗斯 3600亿美金全部被冻结 所谓冻结就是没收嘛 所以泽伦斯基每天跟你要钱 他知道这是全世界有史以来 第一个超级大国被公然抢劫的 过去亚克被抢过嘛 记不记得海山的时候 美国一样嘛 就冻结 今天美国的战略 如果我们看过去美国的历史 彭P说实在的 我最担心的就是台湾会变成美国的提款机 因为全世界三个外汇存底和美在最高的国家 刚好都在所谓今天火场的盘别 美在最多的国家 一个是日本 一个是美 一个是中国大陆 外汇存底 台湾加上中国大陆 加上日本 各位知道吗 我们这外汇存底占了全世界 除了美国之外 60% 这场战争如果打下来 三方打下来的话 美国所有问题解决了 还去怎么 5G不要用你晶片战争 美国光欠中国大陆和所谓的日本的外债 美债哦 我是说美债哦 就差不多两兆三千亿哦 两兆三千亿 如果外汇存底用所谓的 这次对付俄罗斯的方法 全部怎么样 冻结的话 这场战争可以拿5兆 加上日本的话5兆美金 5兆美金 比那个晶片战争啊 或是那些太有效了 所以今天美国都看到这一点 但是台湾如果今天选出的是一个台湾同路人 他不管是赖清德 不管是侯友宜 不管是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柯文哲也好 任何一个人也好 他没有美国的背景 甚至没有美国人家头上指导 那我认为这样战争不会发生 因为看得太清楚 但我担心的是什么 这些人 为什么不提朱立伦 火远彭比很清楚啊 还记不记得十几年前 阿桑基的 年间 那个所谓的维基简历 你注意的人就是美国的小弟嘛 里面还有一个你们台大历史系的教授 他类似一个列出来 都是定期向美国人报告的 当然还包括很多人已经离开政坛 我们就不提了 台湾类似这种美国同路人 基本上不少 两党都有 那这种人当了台湾的所谓的总统 他的考虑的利益 如果不放在台湾前面 而把美国放在前面的话 那这场战争你可以看 拉拉队已经开始蜂拥而出了 从美国到新国 现在日本好像也从拉拉队变成跳上战场 我坦白讲了 以我的判断 岸田文雄应该跟很多领导人一样 他应该也被美国人掌握了 他现在所打的战略完全不符合传统的价值 你记不记得当时有日本首相叫田中角龙 因为洛克希德飞机案被抓去坐牢 后来人家问他 一个韩裔的美籍记者 问基辛吉 Henry Kissinger 他为什么去坐牢 是不是因为他破坏了美国的计划 因为当时1972年尼克森访问了北京 还记不记得 马上开田中角龙 劈里啪啦就跑去跟中日就建交了 那这个计划不在美国里面 所以他就让你坐牢 今天台湾有多少领导人 你认为高端疫苗的所谓内线交易 你认为所谓30年封存的那些疫苗采购 美国人会不知道你要玩什么 大家亲眼看到阿扁的下场 阿扁去坐牢不是马英九 马英九没这个本事 是美国人在2001年开始的反恐战争之后 由他所掌控的世界银行 成立个叫做爱格蒙组织 然后爱格蒙组织抛出来 阿扁海角欺义 所以才会看到一个全世界最荒唐的事情 阿扁被抓去坐牢的时候 没有向台湾法院求牢 记不记得 他的律师是向美国政府 说请你放我 因为我在当台湾总统的时候 我都听你的 你去看当时的新闻 所以今天台湾这一批人里面 如果你有从事类似像我说的 田中角龙的洛克希泽 你收人家贿赂 美国人叫你去坐牢了 大家要听话 台湾不管是这些工程采购 或者大型的采购里面 你认为美国人没有抓到这些小片子吗 蔡英文可以用一个助理费 彭比你最清楚 助理费要抓的话 全台湾所有人都要坐牢 所有民意代表 我很坦白讲